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呼召彼得和他的门徒的一段记载 看望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 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在今天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处境中一起学习 怎么样来跟随主 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疫情的中间 在这个选举的风暴中 主啊我求你 求你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刻 让我们心里仍然有从天上来的平安 不仅如此 我也祈求你 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知道用你的眼光来看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 并且能够继续的走 你要我们走的道路 主啊你就今天特别的高谋 你自己的仆人 洁净他 洁净我 洁净也祝福 借着这个你仆人的信息能够 真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主里头 都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感动和引导 主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啊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那这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读一遍 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就网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彼得 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期前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 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 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 约翰 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 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我们看到 记载的这一段的经文 就记载了耶稣 第一次呼召 他的门徒 来跟从他 彼得 约翰和雅各 那我们先来看 这第一段的经文 这第一段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耶稣站在 格尼撒勒湖边 其实格尼撒勒湖边 就是加利利的湖边 圣经说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那如果各位 你要了解 当时的背景 实际上当时的犹太人 是被罗马人统治的 而且非常 罗马人是很 虽然容许他们宗教自由 但是经济上的压迫压诈 还有行政方面 对他们的控制 是很严格的 所以是很严酷的 可以说是 所以很多犹太人 多么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 自己没有国家 一个殖民的地方 等于被别人 亡国 就是被别人 统治的地方 他多么希望 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 你也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一个 途径 生活 他们其实都挺多 不容易和困苦的 其实在这些 困苦的人中 圣经在这里 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出来 教导人 传神的道的时候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今天面对 你今天的时代 我们虽然不是说 像罗马人压迫 以色列人那样的一个时代 犹太人那样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今天 你仍然看见 这个疫情的 仍然是这么严峻 而且选举 仍然有这么大的风暴 让我们好像很迷茫 很迷茫 我们内心深处觉得 到底该何去何从 其实每个人 我相信 只要你关心这个国家 你关心你自己的信仰 你关心这个社会 你大概都会要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或者一个担心 这个未来的世界 怎么走呢 但是我也 特别是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不只是要在 这些担心 我们还有移民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不容易 其实 各位我不知道 你传福音的经历是怎么样 可能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你叫别人信主 并不容易 但其实在这里 我要告诉你 众人拥挤耶稣 要听神的道 其实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特别在苦难的人 经历一些压力 和苦难的人的内心深处 其实他们还是渴望神的 只是因为我们 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来rich他们 来找到他们 怎么跟他们建立关系 其实今天 人们仍然需要主 特别是我们生活在 美国的华人 其实 全世界据说有一个统计 每年有一百万人自杀 其中中国大陆 每年有25万人 不一定特别准确 都已经这么多了 也是自杀的 自杀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在美国的各族裔当中 其实华人的自杀率 也是比较很高的 最高的 特别是10到34岁的青少年中 自杀除了意外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 忧郁 也是导致青少年自杀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各个族裔 美国各族裔的调查里头 华人自杀率最高 超过 高过美国平均水平的5.2倍 远远的高于黑人 犹太人等其他种族 你就可以看见 在少数族裔中 华人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 当然你说为什么 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说明我们这个群体 是非常需要耶稣的 非常需要神的拯救的 其实当我在过往的年日幕会的时候 当我听到一个个的惨案 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的是 如果他信耶稣 就不会这样了 可是呢 在他没有 好像出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 有没有真的去触摸到他们 还是我们只是停在这个后悔的当中呢 好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2019年 在去年的时候 在Facebook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叫 陈秦 英文是秦陈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年轻人 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三十八岁的年轻的工程师 自杀身亡 那这个是他们在Facebook门前 他们一些华人 几百个华人的工程师 聚集在那里 要抗议这件事情 因为这位这大毕业的中国的工程师 其实在这个自杀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很多痛苦的经历 那么他在这个 因为有身份的问题 经济的压力 然后在这个工作上 被这个印度裔的一个主管 答应给他的事情 又没有给他 反而给他更低的评分 那么在这样的双重 多重的压力上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选择了自杀 可是Facebook不给一个公开 公正的解释 所以引起了这些几百位华人 工程师到他们的门前 表达这个希望 给一个真实的解释 为什么这个中国的工程师 就这样死去了 好像就 对他们来说 好像很容易的就这样过去了 也并没有很真实的检讨 他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所以这是一件 其实好像这种的事情 不只是这一个事情 可能我们许许多多 在职场工作的这种姐妹 都会经历到的 你可以看见说 这是一个看起来 也是蛮成功的人 你可以看见这个房子 也是一个好像 你如果不注意的话 可以呢 可能也是一个 就是平常的一个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里住着 是46岁的刘朝凯 和42岁的妻子 他太太 还有他的两个孩子 七岁和四岁的孩子 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 据说是一个好先生 一个很好的家庭 一个很好的社区 可是在去年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个先生 是在银行工作 一个高管 在日本三菱银行工作的一个高管 住在美国 那在这样的一个 好像看起来 外在都很光铅的 各方面都很好的家庭里 却发生了一个 让人没办法 相信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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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丈夫 就是这个刘朝凯 杀死了他的妻子 也杀死了他的两个孩子 然后自己自杀 到底什么样的痛苦 什么样的难处 能让他下得了手 能让他能够 什么样的压力 让他能够做出这样 这样 是惨绝人寰 也可以说灭绝人性 可是你要 也可以让我们看见 他 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 承担了多大的压力 和他多少的痛苦 以至于他才能做出这样 实在是不能理解的 可以说是 灭绝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动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和两个 两个可爱的孩子 其实 弟兄姐妹 跨文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 跨文化的环境当中 其实身份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关系的问题 歧视的问题 不公的问题 好像是每天如影 随形的在我们的周围 如果我们不靠着神 去胜过这些的话 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 非常不容易的处境中 我们是华人 是少数群体 我们不但要面对我们 很多的竞争 各样的压力 还有特殊的压力 在这里面 其实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在这样 我们是华人 我们的移民教会 能够在这个移民的教会里头 能够去真的去触摸到那些 那些那些 跟我们一样 经历过这么多痛苦 也可能在他们 还没有走向绝路之前 拉他们一把 把他们能够让他们 回到耶稣的面前来 让他们靠着主 去解决这些 他们生命中 主帮的问题 主帮的压力 和他们的痛苦 那其实 这就是教会 真实的应该走去的 我们应该去 走到那些 需要的人的里面 而我们这个群体 我们华人这个群体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需要的 需要耶稣的群体 虽然他们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 不愿意敞开他们的胸怀 虽然因为各样的原因 他们由于东方人 各样各样的一些文化的特质 让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去 你要去 不是他们来找我们 是我们应该去到他们中间去 去和他们 去找到这些有需要的人 弟兄姐妹 真的 我们说 我们当然要做各样的跨文化的工作 我们要到外族人传福音 但是如果我们连我们本族的人 都很少关心 都很冷漠 很麻木的话 那其实我们怎么去跨越文化呢 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 最基本的 我们是要向我们本民族的人 要去传福音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 最方便的 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 甚至我们了解他们的挣扎和处境 那其实美国人向他们传福音 格外的也不容易 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移民的一个处境 所以盼望着我们能够经历过这些痛苦 或者是我们经历过这些移民的处境里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的去付出爱心 去建立关系 去跟他们建立关系 因为你最了解他们 你有相同的预言 你知道他们在职场 也许你也经历过这样的职场的痛苦和不容易 只要你也许是付出的不一定是多大的经济的代价 只要是那种真诚的关心 真诚的爱 愿意陪他走一下 我相信可能他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他的家庭可能就不一样了 就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就也许就会和他们一起来经历 那样一个神的恩典和神的代理 实际上我也是真实的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也盼望我们真的走出去 付出一点代价 去关怀你所信 你旁边的人 然后让他们 也许因为你的一个电话 或者是一个关怀 一个爱心 他们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 好 所以我们仍需要将福音传给 那些跟我们相同的移民的人 生活在这样的主办的压力下的人 让耶稣成为他们的救助 让他们的人生可以靠着耶稣走过去 走得更好 好 这是第一部分 我非常的相信 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周围 在你生活的周围 仍然有这样的人 需要我们去寻找 需要我们付代价 需要我们跟他们建立关系 需要 他们需要听见 上帝的声音 他们需要听见 耶稣对他们爱的呼喊 好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回应的 需要我们回应的 好 让我们来看见 我们如何来传递 这样的信息呢 如何把他们 带到神的面前来呢 我们看了第三节 有一只船 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汉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的 你要注意 耶稣传讲的是一个福音的信息 一定是福音的信息 可能他传讲说 天国到了 你们应该悔改 可能他传讲说 我爱你们 上帝爱你们 上帝差遣我 告诉你们 我爱你们 我愿意为你们的 付上我生命的代价来爱你们 可能他传讲的就是这样 福音的信息 但是这个福音的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传讲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信息 传讲的很清晰 就像我们今天 跟别人传讲一样 我们希望把上帝的 这个完整的信息 告诉他们 上帝多爱他们 为他们死在石架上 来告诉这些 来到面前有需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耶稣来了 就是让我们这些人 去传讲这样的信息 但是这个信息是一般性的 是适合每个人的 是一般性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一般的信息传出去 但是呢 还不够 还不够 看接下去第四节 我们耶稣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在这里 耶稣不只是讲完了 这个一般性的信息 就结束了 好 完了 大家都回家吧 耶稣有一个想法 就让彼得 来一个具体的 个人性的 给彼得一个吩咐 给他说 我是讲完了这个信息 这是对大家的 但是我对你 对我们个人 有一个要求 你啊 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注意 船讲一个 general的 一个一篇 理论性很强 也完备的福音 但是我们很少带人 让他在具体的事件中 经历神 我们很少是 哦 那你说上帝是在那里 信息也很好 可是我怎么办呢 我现在这个事情 谁来帮我解决呢 我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很少真的去进入了 他的这个具体的处境中 把上帝带入了 他具体的处境中来说 好 我为你祷告 好 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 好 神的话 有感动 要我告诉你什么 让他在具体的处境中 也可以知道说 那我该怎么行呢 我 那上帝是在那里 上帝已经的话语 已经有了 可是怎么结合到 我的个人的生活中呢 以至于信仰好像就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道理 可是没有办法跟我结合在一起 我们很看见说 耶稣没有停在他一般性的教训众人 耶稣也吩咐彼得 让他具体的在他具体的一些事件上来经历他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我们看见彼得的回应 彼得虽然不愿意 但是彼得也生活在最底层的这个彼得 他也觉得已经整夜劳力了 干脆吧 你说他多有信心 我不觉得他多有信心 但他至少顺服 至少顺服 但是他说那好了 那我就去吧 你说是给个面子也好 但是他就去了 这就是一个我们人生中很多的时候就这样 也许神的这个吩咐 有的时候不愿意 如果这个时候 同伴再给他说几句 彼得呀咱们就去吧 他就更甘心情愿的去了 对不对 那就来到一个 就这么一个团体一样的去 去做一个工作的话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真的去了 彼得去了之后 不只是彼得 他的同伴都经历了神 哇原来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我们一下就打了这么多鱼 其实打了这么多鱼 当然很好了 打了这么多鱼很好 其实鱼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嘛 但是彼得没有停在那里 他经历到之后 他真正认识了你 然后彼得不只是盯在的鱼上 他也看出了耶稣是主 于是他说 在第八节说 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就是彼得不只是听见了一般的教导 彼得也听见了上帝 真实地进入到他生命中 开始在他生命中来让他经历 他也真的顺服之后 他也就真的经历到这位上帝 这位上帝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 也是一个真的进入到我们生活中 与我们同行是可以经历的上帝 那其实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中 道理我懂了很多的 那大家都知道啊 一般性的道理 可是我没有什么开始出 就没有什么太多实际的经历 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读经我也祷告 我也读 到底生的国有什么关系 叫我真实第一次经历到上帝 是一件很 你说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确实一件影响了我 对神认识的事情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刚刚信主没多久 那个那天的晚上 我还在中国那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早早 就跟我太太决定 那天要去探望一个重要的人 那那个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可是那天等我从单位回来的时候 我这个偏头疼发了 我记得我太太能准备饭 我们吃完饭之后马上就要去 可是我的偏头疼发了 我自己坐在那个沙发上 我疼得不得了 我就想这怎么去啊 这个头疼成这个样 一见人你怎么去跟人家谈呢 这个太不行了 我自己就坐在那里就很痛苦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头疼起来之后 要大剂量的吃药 还要一两天的时间 或者是至少睡一晚上才能够好 这个我知道 我对这个偏头疼不陌生 而且呢 我习惯上都是这么处理的 那天我就在一直犹豫 要不要去啊 要不要取消啊 可是已经跟人家说好了 两头难哪 就在那个痛苦中 我太太那个时候刚刚信主 其实那个时候她很单纯的 她就走过来 她跟我说 我问你祷告 他为我祷告 然后她就 也不经贸言 就摁着我的头 就为我祷告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 将信将疑啊 对不对 也没有经历过 我觉得上帝 我第一个感觉上帝还管我头疼 有点这种感觉啊 当她按着我祷告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 也有点比得那个死马当活马一一吧 反正那天没别的办法嘛 那就 我就反正她就站着呢 我记得特别清楚 她是站着 我是坐在沙发上 她就摁着我的头 给我祷告 然后我也求了神 我说神啊 如果你 你愿意求你就医治我 等她祷告完了 我啥感觉没有 我还是头疼得不得了 那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 哎呀 我一定要躺下了 我就从那个沙发的上面 往我的卧室里走 其实也就是这么远吧 差不多几步路到钢琴那里 等我站在沙发那里 走到钢琴那里的手段 我告诉你 神机化身 我完全不得了 我完全不得了 我就经历了这个 这就是经历 弟兄姐妹 我经历到神 那个惊奇是我 因为我知道这个病是个老毛病 不是这个 我就经历到上 我觉得这个上帝原来是 真是一个真实的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是不是上帝是 好像祖只是在传讲一个一般的道理 还是把它带入到一个处境中 真的让这些没有信的人 或者犹豫的人 或者在痛苦当中的人 也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真实 所以我要讲到第二点 我们要传讲整全的福音 整全的福音 当然是要一般性的 对众人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讲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要停在这里 我们要对他们进行 把上帝带入到他们个人的生命中 个人的生活中 苦难 弟兄姐妹 我们没人喜欢苦难 但是往往苦难 我们反而容易经历上帝 因为苦难让我们感觉无助 苦难让我们觉得 我们没办法解决 没办法超越 而这时候 正是我们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 然后经历上帝的机会 因为上帝是一个 愿意帮助我们 越过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些东西 是我们不能越过的 然后就变成成为经历他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机会 我怕我们传的福音 不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教导上 而是停留在他们的个人生命当中 去爱他们 关怀他们 将上帝的爱 上帝的大能 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中 然后他们 你和他 我们和被传福音的一同经历 上帝的恩典 然后真正的就认识耶稣基督 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 好 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 盼望着我们所传的是整全的福音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 第三点我们来看一看 第九节 五章第九到十一节说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惊讶这一网则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你要把两只 他们把两只传拢了爱 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 好 这是最后的一段经文 人家们看见说 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你的生命要走向另一个方向了 可是另一段经文里头 我们看同样叙述这段经文里 加了一句话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二十节说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注意这个词哦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加了一句 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这里头为什么这么讲呢 为什么耶稣说要得人如得鱼一样 哦 你们不是渔夫吗 你们刚才做的那个动作 对不对 你们下网打鱼了 对不对这个动作 将来有一天我希望你们得人的时候就像你们刚才撒下网得鱼一样 原来啊 这个水深之处 其实我们的福音工作啊 你想想 我们的福音工作 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 我不知道各位 我不是太了解你们的教会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们的教会 我自己过去教会的时候 我们大概我们福音工作大概就像钓鱼一样 就是很个别性的啊 就是很个别性的啊 也是不多人的去传福音 个人关怀一个人对不对 然后带他到教会 当然很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个人性的 但是 耶稣讲的那个传福音的方式是下网苦鱼 不是钓鱼 你要搞清楚啊 他告诉我那不只是钓鱼 你要怎么样 得人如果得鱼 就像你们刚才下网苦鱼一样 其实 那这里什么叫水深之处呢 开到水深之处 什么叫水深之处呢 弟兄姐妹 我自己听了一些信息 我看了一些诗歌 他们描述水深之处 常用来描述跟上帝的关系 啊 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 跟上帝建立一个又更深的关系 你看看 有两首很有代表性的 赞美之全的 有一首诗歌叫水深之处 生命和灵良堂也做了一个 带我进到水深之处 但是他们所形容的都是 哦 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啊 更深的关系 但是在这里的水深之处的原意 可不是这一次 水深之处是什么呢 是有鱼的地方嘛 有鱼群的地方 对不对 你水深之处有鱼群的地方 你要去到那个有鱼群的地方 不是去建立跟神的关系 当然跟神的关系也可以了 可是他真正的缘故 那是有鱼的地方 什么第一 什么鱼群的地方呢 可能一些特别需要的家庭 可能特别需要的群体 可能特别需要的一些地方 你从来没去过的 我记得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我们周围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好多年了 我们都很少关注一个群体 就是餐业团契的这些人 我们的餐馆常常吃饭 可是可以看见有中国的 那个中国人在里面打工 但是我们就却常常的 就是没有跟他们传福音 或者很少关怀他们 那就是有一次 我就去到那个餐馆吃饭 那一天我跟师母 我们就问了 就是多会关注他们 开始跟他们聊天 开始跟他们这个注意他们 我们就问他 你们要不要聚会 要不要来 我说我们去不了 我们怎么去 我们这个上班 后来我们就决定在周一 给他们开始了一个餐业团契 哇那一次 真是把我们那地区的餐业餐馆 我们就去到每个餐馆去 就发福音单章 就开始注意到那个群体 然后那个群体就开始 在周一晚上开始为他们聚会 我们开始 其实就是一点点的爱心 一点点的关怀 那些孩子们就开始 倾诉他们的痛苦 倾诉他们的难处 开始真的那一个 正是因为发现那个群体 几乎那一次一波一波的幸福 一波一波就那个群体 但是他们因为是不固定 常常的就会走 打工完了找别的地方 但是那是一个机会 我们过去多少年都没有关注的 可是那是一个机会 那是一个浪潮 我们抓住了那个机会 然后上那个群体传了自己 其实弟兄姐妹 你发现一下 你有没有找到那个群体 我不是说所有的群体有需要 看看教会跟他们相同的 有没有你可以找到的群体 去进到那个群体里头 去跟他们建立关系 不只是个人的 而是一个群体 不管你是开小组也好 开什么也好 也许是一个群体 一些特殊的家庭 我知道旁边一个教会 特别关心哪一种家庭 就是小留学生家庭 他们有几个人 做了小留学生的家庭 然后就把这些家庭的父母 小留学生的父母又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大批的人因为这样行 弟兄姐妹水深之处啊 你要开到水深之处啊 要去到水深之处啊 这是应该我们要好好思想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开到就是要去啊 到水深之处就是那有鱼群的地方 有鱼群的地方 可能这个东西是个阶段性的 你做一段时间可能就没了 但是你就赶紧再找新的群体 也可能是个长期的 也可能是一个动态的 这个时候做这个 也就是做那个 不一定 但是我们要抓住上帝给的机遇 有的时候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没了 比如小留学生 你再要做 可能现在再做就很少了 来的人很少了 疫情一来没了 所以我们要发现这个群体 不停地去求神带领我们 发现我们周围哪一个群体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 我们可以去做 可以去进到他们中间 去下网打鱼 各位 你要下网打鱼 首先你得有网啊 对不对 没有网怎么会下网打鱼呢 是吧 我们来看一看 下网打鱼你要预备网 我刚刚这个图片就是个网 你看到这个网 这个网呢 你来看一看 这个网里头很重要的是 两部分来组成的 两种的线组成的 第一个呢 是我们称为钢 鱼网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钢就是那个粗的边线 你要有粗的边线 第二呢 就是木 木就是一个细的 一个个孔洞的细线 其实这个边线和细线 它起不同的作用的 钢是一个 你撒出去你要撑开嘛 对不对 你要钢举木章嘛 对吧 你看这个网 一撒出去钢举木 你靠什么章啊 靠那个钢 那个钢它有硬 它比较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钢 所以说钢有各种的 不同的理解了 就是要有一个架构 我们做福音功能 要有个团队 一定要有个团队服饰 教会怎么样组织一个 大家一个团队 不是单个的钓鱼 而要网鱼的时候 你就要有个团队了 你就要有个团队 所以这个团队 怎么样组成团队向往打鱼呢 第一你要有一致的目标 因为这个网呢 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嘛 你你往它 你下去它编成什么样 它就会下去 可是这个人组成团队成为网的时候是 是动的 你如果让它去打鱼 它说我无所欲 我这打鱼不感谢你 我不愿意打 那你把它编到这个网里头有什么用呢 他根本在不想打鱼 你一定要找到一致的 大家都一个愿意的 人多人少 那也没关系 至少是个团队 但是不要把那些不一致的理念的人 把它弄到一起 要大家一致目标的人 然后第二个呢 要清楚责任 当网的就要当网 你要负起领导的责任来 当务的就要当务 你要做好你自己的那个木 你不要鱼跑到这边来的时候 你也不管了 你弄的那个孔很大很大的 你怎么那鱼都跑掉了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样负起你的责任 能够在你那个网的那个木的那边 负起责任来 让那个孔可以把那个鱼网住 这个是怎么办呢 这个你一定要去 要分自己的责任 网要做网的责任 钢要做钢的责任 木要做木的责任 这样才能够把这个负任的工作做好啊 第二要有顺服的心态 可能网做的东西 刚做不了 刚做的时候你要顺服啊 不能说我想干嘛就干嘛 还是散兵游泳啊 那这个东西 那就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 捕鱼的团队 可能是钓鱼还行 但是捕鱼就不够了 所以一定要顺服的心态 把彼此的互补 互补 比如说这边鱼多 我们大家都怎么样啊 根据鱼的情况 我们来组织密度 然后大家怎么样来弄 哎 你看互相的补充 你那边需要我到你那边 你那边需要我那边 你说有冲在前面的传福音的 有后边支持的 有做饭的 有平常关怀的 哎 他这个团队服饰 编织一个大的爱网 不同的人让他们进到我们中间 感受到我们的爱 感受到我们每个细节的爱 感受到我们一个群体的关怀 而不是来到教会 只有一两个人跟你打招呼 其他人根本就当你没有一样 这个不行呢 弟兄姐妹 这个要团队服 组成团队 才能组成一个网 而且这个网要一致的目标 要有清楚的责任 要有顺服的心态 要成为互补的伙伴 这样才能编织出一个爱网 重重的爱网 让那些鱼来到了我们中间 他们认识的 透过我们就能认识到 或者经历到我们的神 好 让我们来看看 其实在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当我们愿意这样组成一个 团队去侍奉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命 就会在其中被建造成 当我们去践行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 不只是传福音给别人 我们自己在跟团队合作当中 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对付 我们愿不愿意欠对自己 愿不愿意顺服 愿不愿意配合 愿不愿意跟大家一起同工 愿不愿意行走在一个异象当中 这就是对我们属于生命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操练 也是对我们属于生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践行大使命的时候 不只是让别人信了主 而是让我们的灵命 也因为我们行大使命的过程中被建造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 到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第一一定要知道这个时代的人 跟两千年一样仍然需要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仍然需要 弟兄姐妹 可能今天你有很多的疑问 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困难 特别在大选当中 你的焦点天天集中在这些事情上 当然我觉得也很好 但如果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不能把人带到主面前 其实也没有太大用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人们需要 一定要记得 今天还是一个需要主的时代 第二要传讲整权的福 不只是传讲一个整权的 全辈的一个一般性的教导 也要懂得怎么样把他们 把福音带到他们具体的生活当中 然后在具体的生活中引导他们 上帝进入到他们生活当中 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 经历上帝的恩典 第三要组成团队下网打 组成团队不只是一个钓鱼 而是你看彼得说 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 就像我刚才你们得鱼一样 组成团队下网 我们的教会就不一样 我其实在这个礼拜 让我发生了星期三 有一件非常让我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 我在中学的同学当中 有一个跟我最亲近的同学 他据说他已经二十几年听见福音 都不幸福 虽然他偶尔去一些团契 可是他很少去教会的主义 那我也不停地给他传福音 不停地给他传福音 即使他也很难 好像很难因为他生活也很优渥 他在石油公司工作 在德州那边也很不错的生活 住着很好的房子 孩子也很好 所以他好像感觉不到 虽然有时候传福音 我们也会谈一些东西 但是好像就是没有把他决定要受洗 贵入主名下 那最近因为他那边有问题了 因为他的公司倒闭了 德州他说石油方面的公司有十家有九家都不行了 他也是其中一个倒闭 他没有事情 所以最近我就跟他谈 他应该失业在家里 在家里的时候就跟他聊 特别是在这个大选当中 我们就探讨一些的问题 他就开始讲到他对美国的失望 他对这个看见美国现象的一个失望 他就觉得 哎呀真的觉得没什么盼望 没什么意思 那我就开始跟他 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聊 聊上帝的旨意 上帝为什么容器 上帝未来对这个世界的旨意 我就开始跟他谈 我就谈说 其实在地上 你再怎么样的盼望 最后你都会失望 因为神没有答应我们在地上建一个完美的国度 我们只有一个国度 在永远的国度 在基督里头 在永远的地方 新天新地地 那才是一个完美的国度 我也很痛苦 我也不希望看见有些事情发生 但是我不把盼望放在上面 我就跟他讲 耶稣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讲的时候 我就是讲耶稣 我有一个心理 我跟他谈话 一定有一个心理说 我一定要把福音带进 要不然我跟他谈话有什么用 把耶稣的话语带进去 他很关心世界的未来 他也不知道世界未来怎么样 当我把耶稣的话带进去的时候 告诉他 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听我讲完之后 他说 燕鲁 我有个感动 我今年一定要熟悉 二十年了 我决定 哇 那一刻我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周三 弟兄姐妹 在你我的周围 去发现那些有需要 把耶稣带给他们 让他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 我相信你也可以经历 上帝给你奇妙的 让你奇妙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 你在这个世界 你当时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犹太人面对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问题 很多的痛苦 但是你没有注目在只是解决他们的痛苦 你是要把他们从罪恶中带出来 你把他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生命 新的眼光 向他们展现 你把他们告诉他们的 不是一致 一定要解决他们现实的问题 乃是告诉他们 超越他们现实的问题 去解决他们永生的问题 当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他们的时候 很多的人信靠了你 很多的人生命从此改变 跟着你 走进你永恒的计划里 求你也今天 祝福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听见这信息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眼光 我们关心着地上的事 但是我们更是注目在那永恒的事 让我们的眼镜所盯着的 所关注的 不只是让我们地上生活的如何 而是怎么样把人带到基督里 让人从短暂的生命里头 拥有永远的生命 让人怎么样可以进入你的国度 求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们 也恩待你自己的教会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